我覺得他是在想說 柯文哲主席 昨天講那樣 今天有坐在你旁邊 還不是要乖乖的就範 可能那一把衝 對 手上的衝 拿根衝 拿根衝 柯文哲凹得多兇啊 對 這個 這個 我跟你講 突然卡彈都卡上來了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個要講這麼多邊 到底是哪一個 然後最後說 我叫他不要講 還不是沒講 所以我就講 黃國昌在笑什麼 一個主席 小草的領袖 你還不是一樣 被我拿衝鞭策之後 要乖乖順著我規定的路走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今天滿丟臉的 你要就堅持昨天的 沒有 沒有談 黃國昌亂講 他不敢啊 黃國昌的千軍萬馬 就把柯文哲壓平了 你知道嗎 所以黃國昌是得以得笑 他是得以得笑 你知道嗎 太爽了 民眾黨以後 是我得了 柯文哲你還是乖乖的聽話吧 因為這個是兩件事 一個是有關於NCC的人士 柯文哲一開始的說法 是跟總統府的說法 是一致是沒有談到人事的細節 可是黃國昌說有就有 黃昌說沒有就 還是要說有 對然後柯文哲今天又改口說 一開始是有講 但是被我擋掉了 那誰說的對 主席一開始講的不對嗎 所以到底是誰在鬥誰 這是一塊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比較嚴重的 我先請教韋航哥 然後蘇培議員 很了解這個相關的案情 等一下來補充 是這樣 他被列被告 而且是貪污自罪條例 但是我們看看 柯文哲這邊 他們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 這個叫做典型的微微就照 因為你台治光 扳不下去 所以藍綠都有份 扳下去 是啦 所以開始拿金華城 拿北市科出來 用一個整個波分的戰術 把會議記錄什麼 通通上網公開 我笑你 國民黨民進黨 未來如果有同樣的案子 我讀你不敢公開上網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台治光不用辦嗎 要嘛 那現在金華城跟北市科辦 剛好而已 哪有什麼微微就照 好 柯文哲現在採取的戰術 我個人認為 開始越來越有 許巧心的味道了 還要有本事去辦台治光嗎 等一下 台治光啊 為什麼突然越上大家的眼前 是不是有一位叫陳崇文的 這樣靠著不見了 那就不是在辦嗎 不就是辦到一半嗎 辦到一半大家看還有什麼可以一起追加 像蘇北市 台北市員 你知道嗎 講的事不就說東西都被壓走了 所以他們議員問不下去 但柯文哲完全跳過這一段 有種是辦台治光啊 為什麼不去辦你統神啊你 所以我個人認為 柯文哲到現在為止有點六神無阻 趕快 趕快看那個台治光 給我看這個 看這個我會打紅毛 因為他之前就說 有本事掉會議紀錄 你去看會議紀錄假的 有本事掉錄音帶 沒有輪到 什麼都沒有 游游總去看台治光 哈哈 你們總沒辦法看 因為都在檢調那裡了 實際上大家現在要告什麼 能告都全部告 怕你喔 台治光案不就是這樣子嗎 現在台治光演的是蔣萬蘭 要去處理柯文哲之代 簽的那個價格 那個是你跟蔣萬蘭自己去面對 有本事你去告蔣萬蘭嘛 你侮辱我 跟他公然侮辱了 好 那回來北市科和金華城這兩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都還持續的在走 證據持續的在有 現在雖然是他治案 可是慢慢堆起來吧 柯文哲 老實說有點髮忙 他似乎認為說 錢沒有直接進來我這邊 我就不會有事 他似乎不知道 圖利和貪污的差別 就是這一點讓我比較訝異 他還會覺得說 我絕行長蓋下去了 那不是我決定的 這也是創下我們中華民國 不管是行政法 或是管理是什麼法 我們所有有蓋過那個小紅章 押過日期的人 都會覺得說 原來蓋的不會有事啊 那太好了 早知道當時就都 不是原來可以像柯文哲這樣講 我蓋章沒在看 蓋章不是我的意見 他以為是蓋乖寶寶章 蓋的沒事 可是把法學的博士 黃國昌沒有教他說 張不可拉 應該是黃國昌跟他講說蓋的沒事 不是啦 那時候是黃珊珊在輔助的期待 所以珊珊沒有跟阿伯強 今天黃珊珊畢貴出席啊 所以我必須要說 當然啦 剛剛那個黃國昌那個笑 他笑的是什麼 這個現在就是你 舊台北市政府的那群人會出事啊 黃珊珊陳志涵嘛 那時候我還不是你重達 我也不在場證明 就這樣 都說可能有點 這邊會有點空這樣子 會少一些 然後辦公室空間又大了一些 可能啦 他想到那個空間怎麼利用 不用七點半來了 七點半來那個 七點半那個傢伙 去那個特別的地方七點半了 好 但回歸現在這個時間點 的確到目前為止 柯文長還可以拖 因為他現在打的戰術 就是你們全部告 巴不得你全部去告 所有東西被檢掉 扣了之後 你當然無法問證 這個議題會下下去 接下來如果司法進到什麼程度 他一定還是政治破壞 就是民進黨要把我抓去關 司法不攻 他一定 他現在打的戰術就是這樣 因為他手中沒牌 不是 不是 這件事情 其實藍綠都在盯不是嗎 都在打 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全部人都在打 但是他現在就是覺得就是 你去怪遊俗會啊 遊俗會最積極最認真啊 可是在他們的理解 搞不好遊俗會也變成綠的 就是所有全天下的人 都可以連起來 連起來變成綠的 至少到黃國昌的解釋 其實是這樣 因為黃昌燈最近還跟民進黨 開過記者會 所以原則上 藍營這一邊 大顆 特別是這兩大案 其實力道完全不會輸個綠 我認為有些力道甚至更強 因為他們掌握的資訊量 也非常的多 更重要的是李四川這個角 不要忘了 黃珊珊蔣萬安會認為 我可以打得爆他 我選舉就贏他 我現在還有一個李四川 他如果要被我丟到新北去的話 擴張我蔣家軍的勢力 他會督到誰 黃國昌 就是黃國昌 所以在原本最早 北市府對北市科案 在四月初的時候 他還曾經發過一個新聞稿 招標過程並無一役 結果直到川柏出來說 有問題太低價 整個局勢就逆轉了 所以這裡面 有沒有選舉操作的考量 一定有 而且是來自哪裡 當然是來自國民黨 對民進黨來說哪有差 我們就是同樣的人在那邊經營 可是對國民黨來說 如何透過打科 隔三打牛 打到黃國昌 或是他們後續 很重要的一個操作關鍵 所以黃國昌今天坐在那邊笑 沒有用 蔣萬安一定會想辦法把你給拉下來 好 柯文哲今天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因為那個金華城案的部分 蘇培議員非常盯金翻出來 那因為內容有一點多 我簡單幫你 summary 大意就是2020年的3月17號來陳情 金華城陳情給柯文哲 柯文哲收了之後4月6號 他就內簽覺醒說 來我們這個要送都委會去做審議 然後到了當年的10月27號 柯文哲就簽合了 因為搭著太離譜了 本來是392 然後後來是560 最後變成840的容積率 柯文哲說什麼 因為都發局證實說 對 張時就是柯文哲專簽交辦的 柯文哲說 交辦跟指示要通過 這是兩回事 我是交辦給他們說 這個你要好好處理 我不是說你要處理家 要讓他過喔 現在可以解釋到這樣囉 這就是瞎嘛 這超瞎嘛 你知道嗎 我問都發局 我跟他問說 請問告訴我 柯文哲任內8年 交辦給都發局幾件案件 這很關鍵吧 對不對 你說我交辦很多件啊 我都沒有指示啊 我交辦很多件啊 結果你知道都發局 內閣已讀不回5天 回答不出來 因為根本就沒有 就像精華城一條 只有精華城一個案件 所以你告訴我說 你從來沒有指示過都發局 去交辦什麼樣的案件 然後只有這個案件 然後都發局最重要的是 你看喔 3月17號陳情 3月17號陳情 4月16號 都發局很怕啊 為什麼很怕 因為之前好龍斌不給560嘛 所以他用了一個專簽 去向柯文哲問說 欸 是真的耶 辦真的喔 不是假的喔 你是真的要叫我送到都發局 去重新討論嗎 市長請指示 柯長 市長什麼 覺醒嘛 就市長覺醒之後 才開始走到都委會這個程序 那種重點是 都委會的接下來的程序 就是先核定了560 但是精華城從560 還要再往上要嘛 所以呢 就把它交辦給 這個都發局就說 欸 我先給你560 那你其他要的部分喔 8月19號 精華城送了一個計畫 草案計畫書 來給都發局 然後都發局呢 就看一看說 啊這個你是誰誰 你又不是都根的地方 你又不是都根的區域 所以我就把你駁回 9月21號駁回 但有趣的是 我今天咨詢 9月1號 9月21號 都發局駁回的當下 他馬上有一個內簽 馬上有一個內簽說 我幫你開個專案 專家小組會議 來討論精華城的容積 怎麼給 都已經駁回了 是 重點是 9月21號喔 我們就簽了一個內簽 說精華城喔 之前送來的草案啊 這個容積適用喔 都比照都根 不合理啊 不合法 因為這個地方不是都根喔 所以我們要重新來討論 要找專家學者 而且這些專家學者呢 都找都委會的委員 然後要花錢耶 找了六個委員 一個人兩千五 總共花了一萬五 誰的錢啊 公堂耶 市民的公堂來幫精華城補習 把不合理的東西 要把它合法過 這一件事情荒不荒唐 都在柯文哲任內耶 更荒唐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些專家學者 一樣喔 都說不行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不是都根的區域 所以完全不合理 全部都不行 全部諮詢會議的結論 全部都一樣 結果最最誇張的是說 昨天我不是有公佈了一個 後來柯文哲簽合的那個東西嗎 就是說在專家學者會議之後 十月二十七號 全部都不行 全部都說你不是都根 所以不可以有那麼多的容積 但是柯文哲十月二十七號的簽合 是讓精華城準用都根條例的講義 專家不是 是啊 對啊 第一個是莫名其妙 像這樣子的案子 我們就直接駁回就好了 精華城自己去想辦法嘛 都發局還私底下幫他開了一個會議 來補習 補習完之後 專家都說不行 不可以 但不可以的結果 柯文哲在專簽上面還核准了耶 所以代表什麼事情 連專家都說不行 都發局都說不行的時候 柯文哲居然可以完全無視法規